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现在是台北时间下午的两点钟 我知道线上有好几个不同国家的来宾 然后来听这个演讲感到非常开心 那反正我们今天的主讲主要的主题就是讲 一时共生青春解密这样的一个抗衰老的技术 那因为这一次演讲距离我们上次发表相关的资料 大概有好几个月 那么所以我想有一些比较新的资讯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想大家希望今天下午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 那其实演讲的目的非常简单 因为抗老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那么大家虽然关注的议题很多 那比如包括是什么 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新冠疫情 不管是台湾 马来西亚 美国 都在关心新冠疫情 但是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新冠肺炎之所以是个议题 主要也是跟人口老化有关 大家知道说新冠肺炎的重症的几率 跟死亡几率跟年龄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没有人口老化的问题 我想新冠肺炎也不会是那么大的一个issue 所以我想借由今天一个比较广泛的方法 我们来看这个面对了这个老化这个议题 那希望大家都有所 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那我想今天演讲大概是以 目前这个演讲才是以台湾为主 那我们的演讲的语言也是这个繁体中文 那如果造成大家不方便 那就可能下一次有英文的演讲 再跟大家通知 那台湾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它是一个小岛2300万人 但是它的医疗由于以前日据时代的 遗留下一个传统 一直都是算是还不错的一个现象 那在其实从某一些角度来看 台湾在这个国际的评价 医疗的评价 事实上跟半导体一样 半导体代工一样 事实上常常是位居前茅 所以有一些统计或者一些民调 都认为说台湾的医疗指数是第一的 那这个是Bloomberg的一个技术 的一个报道 大家看到右下角这边这个台湾 它基本上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从医疗效率而言 台湾大概是第八名 全世界排第八 跟日本是排第七 当然韩国香港等等 也都是不错 这个是从医疗效率来看 那我们网路上 包括我自己的很多的这个群组 大家现在都非常关注各式 各样有关于医疗的事情 我想 就是很公平 很公平的是说 医疗有很多的面向 当然不是说医疗 医疗好 那是哪一个地方好 是比较方便 比较便宜 还是比较有效 还是等等 那我想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是从医疗的方便性来看 这个是台湾 然后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一个国家的 或者一个地区的医疗的这个进展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全世界 目前的这个平均的年龄 平均的年龄 那么我们刚刚从医疗可以 就像我刚刚讲 可以从方便性来看 当然你也可以从平均年龄来看 那有趣的是这样 台湾虽然它的医疗 方便性是排名全世界第八 那在医疗的这个品 的那个某一些指数上 也是占全世界第一 但是有趣的是 大家会很讶异发现 台湾人的这个平均寿命 其实占全世界排第34 排第34 那其实你如果看一看 这个上下的这些国家 其实台湾跟这个Costa Riga 关岛 智利 亚安 这个是夸达 就是应该是卡达 波多里哥 其实差不多是同一组 还有丹麦 大概是同一组 这个大概是目前的现象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第一个conclusion 我们应该可以认知 就是说 其实台湾医疗既然那么方便 那么进步 那为什么平均寿命 才占全世界前34名 好像这里面还有蛮多的这个改善空间 那我们要延长这个台湾人的寿命 这个我想是求生 这是所有人的本能 也是绝大部分人的需要 跟希望 那我们可以看到全台湾 台湾地区的十大使因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十大使因里面 除了第六项以外 就是事故伤害以外 其实全部都跟一个同样的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跟这个老有关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就是说其实在我小时候 四五十年前的时候 台湾比较多的其实是很多的肺炎 然后那种糖尿 那种死亡率是比较高 那慢慢慢慢随着医疗的进步 然后时间的这个变化 那么现在基本上十大使因里面有九项 是跟老化有关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刚刚讲到说医疗很好 但是寿命又不够长 那死亡的东西又跟都老九个 9 out of 10 就是十项造成老化的 死亡的原因里面有九个跟老化有关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台湾人对于这个老化的这个处理 老化问题的这个医疗其实应该是不是非常好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从这个老人的慢性病 这个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健保机制 所以他对于这个病人就是这个台湾人民的这个 各种疾病的统计做得相当完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超过55岁的人的慢性病 可以看到说大概一半的人有高血压 然后有大概40人有白内障 然后四分之一人有糖尿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们再看右边这个图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些所有的 左边讲的这些慢性病 其实都跟年龄有关 基本上他在40年前 基本是40岁以前 基本上是很少发生了 那到了50岁以后 他就变得很快的 就开始他这个得病的人 就快速的快速的上涨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其实说穿了一句话就是台湾人应该把抗老做得更好 那台湾的老人因为很多每个人都有很多病 那所以应该更注意他的健康 那我们再从这个比较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如果画了三条红线在这里 下面这条线假设就是低于这条线 这是一个人老化的状态 低于这条线的话 那就代表着那个人基本上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 那如果到了超过这条线 我们就要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那超过他就是等于是有病 然后再越来越早越老的话 那到最后就住在医院 然后就离死亡就不会太远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200年前 平均寿命大概只有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 其实人从生病一直到死亡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 那么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大概都六七十岁 大概很多人在生病的话就住院的时间 然后在那边看到门诊 然后拿那个什么慢性处方签等等等等 也都从积极越来越高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这个不健康的余命会随着这个科学 还有医学的进步不断的延长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寿命延长 但是健康的时间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延长那么多 所以现在有一个新的观点就是 Instead of increasing life span 就是说除了说你要延长寿命以外 其实现在不是最主要的诉求 更好的诉求其实是延长健康 也就是说当你健康的时候 我们多活一点 那等到生病以后就不要用这个什么 很极端的医疗去处理它 然后增加自己受苦受难 还有家人经济的负担 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整个医疗也就是说现代医疗 或者说未来医疗目的 事实上就希望照这个箭头一样 我们希望把这条线老化这条线 把它的速度往下压 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么多人聚集在线上 来探讨这个老化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老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原因 那这一个slide 其实大家不用要看也可以看细节 但我想要跟大家讲 这是有一句话 我也是同样在线上听一些 这个美国Mail Clinic的一些医师演讲 这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其实大家先看右边这边 右边这边就是基本上讲的就是各式各样老化疾病 比如说脊扫症衰老 然后中风 失智 然后糖尿 心血管疾病 各式各样的股质疾宫 点点击多种 几十样的这个老化疾病 那目前的医疗当然就是说 你有股质疾宗 那我们就来治疗股质疾宗 你有糖尿 那我们就来降血糖 你有心脏病 那我们就来个降血汁 里有癌症就来开个刀 然后做化疗等等 但是这些刚刚那些疾病的共通点 就是说他们全部都跟什么有关 都跟这个老化有关 所以这个但是老化了 就没有那么多种原因 老化造成老化原因就没那么多 那基本上只有大概八大类 那第一类的话当然就是就八大类 那有一句话就很有趣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办法去控制 或者就是manage 就管理老化这个问题 那以后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疾病去治疗它 我们只要治疗一个问题 就是治疗老化的问题 那么后面这个老化所产生的这些 目前大家耳熟能详 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些疾病 就自然而然就能够被消灭掉 人类生活品质也会变得更好 那这个是目前老化医学界的主流的看法 最左边就是当然是人是出生 一定会受到这个父母的遗传的影响 那epigenetic的话就是说 它也会同时也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 epigenetic环境的影响 那有环境的影响以后呢 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它会有那个 产生一些大分子的聚集 然后会产生这个细胞气老化 然后细胞的凋亡 然后到干细胞的这个变成死人 然后最后造成这个系统上的这个发炎 跟这个纤维化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进入一种疾病的状态 那到了这边以后往右边以后 黄色这边往右 那基本上就是现在主流医学 就是到医院去看病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新一代的医疗 或者未来医疗的主要重点 已经不是治疗这些疾病 事实上是应该是说避免这些疾病 或者说在这个又利用这个控制老化 或管理老化这样的问题 把这些疾病变成更容易处理 因为这些老化疾病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目前也都只能治标 能治本 那如果要根治这些老化疾病 大家必须从老化这边开始着手 那抗老这个事情 主要学派当然有很多 我想大家零零种种也听很多 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 大概这个美国 英国的这个Nature期刊 也提出几个主要的可能有效的方法 那第一个就是断食 那断食大家知道 就是说尤其现在大很流行 168间歇性断食 各式各样的方法 但断食对身体确实是有利 然后大概临床上也蛮多的资料 都能够佐证这个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当然就是所谓的白鲤乳醇 这个健康食品在 就是在红酒里面很多 那很多年来 它都是非常流行 或非常hot一个做法 可能间接都促进了这个红酒的大麦 但是最有趣的是 最近的几个临床实验 出来发觉说白鲤乳醇的 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 基本上在抗老方面 比较不符合预期 所以以后 我想以后大家可能喝红酒会少一点 搞不好很多人开始喝白酒了 开玩笑了 那下一个事情是叫Rapamycin 那这是一个抗生素 也是一般做器官移植的人 他们会服用的一种 抗排斥的药物 那这个药物呢 基本上可以催化 身体里面一个叫做致氏 Otophage这样一个反应 所以它可以达到类似断食的效果 也就是说 你想要得到断食的效果 一个方法当然就是不吃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也可以借由服用这样的药物 来达到类似断食的效果 那其他两个 大家我想大家都就知道好了 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干细胞 那这个是目前市面上在近一二十年 大家都在谈的事情 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这个干细胞呢 是帮助人类 预防老化或抵抗老化 最好的一个 这个希望 那还有一样东西 其实这是人类 最久的一个抗老化 就是利用这个年轻的这个血液 或体液 来延缓这个老人家的这个身体的状态 那我们先来看看老化到底是什么 其实一言以蔽之 老化其实就是你的破坏 大于你的修复力 那简单讲 年轻的时候因为修复力很好 所以你每天跌倒 或者运动 打篮球 等等 手扭到 一下就愈合了 那老了以后呢 其实假设了 你还是受到同样的这个破坏 或者这个撞击 但是就可能没有办法恢复那么快 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就比如小时候一个伤口 对不对 然后那个 有一个伤口以后 那很快的 这个就愈合了 那老了以后 一个伤口怎么搞了那么久 他就是没有办法恢复 所以整个老化的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这个叫教条 就是老化其实就是修复力的不足 那修复力的不足呢 那我们要抗老的话怎么办呢 那就两个方法 自然就只剩下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减少破坏 让它去加强修复 这样两件事情 那当然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都被提出来 尤其是2000年以后 这个因为战后婴儿 开始到达这个60几岁这样的事情 所以整个国家社会 不管东西 不管欧美 中国 台湾到处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重视 这个老化的议题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理论 和方法被提出来 那么其实 在这么多方法里面 我们先先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分类 其实它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就是所谓的抗老的生活 抗老延缓老化的生活 那这种生活其实基本上就是饮食 营养 睡眠运动这一类大耳熟能香的事情 那你不要吃含有污染的这个食物 就多吃这个食物 那少吃食品 那食品就是被加工过的东西 像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些 框起来这些有关于生活习惯的事情 基本上都 它有一个共同点 就基本上它很便宜 叫你少吃你就少花钱 运动基本上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它有个缺点 它就是都很难 那也就是因为这些生活抗老 生活习惯的改变非常困难 所以才让这个抗老的这个医学和科学 有这个机会来发展 那这个是美国现在几个主流的 这个抗老学派的一个leader 就是一对夫妻叫做Irena跟Mark Combo 他们两个都是在那个加州 那他们在加州 他们的讲法也是呼应了我们的看法 第一个看法就是说 其实年轻跟老的差别 其实你受到的伤害 其实假设你受到都是同样的伤害 那么年轻跟老的唯一差别 就是年轻人的修复比较好 而老人的修复比较差 这个事实上也是间接的呼应了 我们的看法 所以老化基本上就是修复力的不足 那如果要抗老化 那当然自然的人 大家马上想要就要增加修复力 那你要增加修复力 就要知道说 那修复力身体里面的修复力是谁来负责呢 那身体里面的修复力 大家当然知道 就是由这个干细胞来负责 那干细胞当 我就不再多说了 基本上就是从人怀孕以后 它会一直分裂分裂分裂 那到某一个程度 它就成为各式各样的干细胞 干细胞它可以分裂 成为骨头脂肪 然后肌肉等等 那如果哪一地方受伤了 它就会去填补它那边的空洞 这就是干细胞本身的一个功能 它简单讲 它就是一个后备军人这样的概念 反正你缺什么 我就变成什么去补它的缺 就是这样 那很多人都把这个干细胞 当作是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平常在谈 就是说你去干嘛 我去打干细胞 但是很少人知道 其实干细胞分为非常多种 所以其实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人体的各个器官 就早期大家认为干细胞 只有什么血液干细胞 兼子干细胞等等 但是随着这个技术不断的演变 其实现在看起来 没那么好 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人体不是只有两三种干细胞 其实人体里面 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组织 它专属的干细胞 所以简单讲 就是说你说心脏有心脏干细胞 肝脏有肝脏干细胞 都是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心脏坏掉了 有问题了 那心脏干细胞就会出来修复 修理心脏的这个问题 那肝脏细胞不会跑来修理心脏的问题 也就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干细胞是负责修复的 那这个干细胞的这个修复力 就是到了50岁以后 事实上就会慢慢的下降 那为什么下降呢 基本上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干细胞本身 数目减少 那另外一个就是干细胞本身 数目其实是一样 那可能是因为干细胞以外的原因 让干细胞的功能下降 所以造成这个修复力的减少 那这个我们以后 等一下这个演讲会是继续讨论这一个议题 所以一个简单的算式东西 我们知道说抗老就要加强修复力 那你加强修复力 当然就要增加各个器官 各个器官 不是说打一针 然后打一种干细胞 打个心脏干细胞 骨头干细胞就会变好 不是这样的概念 这要增加去各个干细胞里面呢 干细胞的功能 所触摸和功能 这样才能够达到 这个抗老化的这个目的 那以目前主流的这个 再生医学 或者干细胞医学的看法 当然每个人健身限制 各有各的这个看法 但我想这张这个表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表 但是在我当担任秘书长 在这个学会里面 其实这张表 事实上是得到最多会员 称赞的一个表 因为他把一些市面上 一些比较让令人家混淆的一些名词 让他做了一些说明 我们看就是基本上抗老 就是提升修复力 提升修复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提升细胞的干细胞的树木 另外一个就是提高干细胞的功能 那学名就是干细胞移植跟干细胞激活 那这个两个办法 事实上有两种办法来用它 一种就是局部的应用 一种是全身的应用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说 其实干细胞本身 在局部就比如说关节老化 打PRP 就是血浆 这个PRP 血浆般血浆注射 或者哪一个皮肤老化 你打一些脂肪干细胞 在皮肤 这个可以得到不错的效果 但是到了这个全身 也就是我们这个抗老化 医学的这个主题这边的话 那这个干细胞的这个CP值 可能就没有局部治疗那么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先看下面这边 就是所谓的 像这个日本这个胎盘术 这个事情 那效果基本上大部分 就我能找到的资料 全部都是在B型肝炎 跟C型肝炎的这个治疗 那在全身抗老的部分 其实可能就没有那么确切的资料 那再讲到说这个回溯干细胞 这个事情来看 来让全身器官 变年轻这件事情 那资料就更少 那当然大家会想到 那我可不可以说 把这个干细胞拿来 把它打到这个心脏 打到肝脏一个一个打 那基本上 因为人体器官还是蛮多 不是说几百个 那至少有好几十个 几十个重要的器官 那你如果要这样做这个方法 基本上要全身麻醉 那我想还有很多风险 其实是不可行的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 这个干细胞疗法的现况 所以简单讲 局部治疗效果很好 那全身治疗效果呢 就还目前是有待商榷 所以台湾呢 在大概两年前 开放的这个细胞治疗 你可以看到说 开放的这些治疗的方法里面 都是有关于干细胞的部分 都是有关于局部的事情 全身性的治疗基本上 是没有这种东西 全身性的治疗基本上只有免疫细胞疗法 你看这脂肪细胞只能治疗皮肤 或关节 就类似这种局部的治疗 然后这个大家要理解 就是说你如果说 是比如像这边脑部受伤中风 那你要打干细胞疗法可以 但是你就要把那个干细胞 直接打到脑部缺氧的部位 要开脑了 那你如果只是静脉打一针进去 那这个目前这种疗程 至少在台湾 还有我知道几个 很重视这个再生医学的这个国家 目前都不是 没有那么好的资料 那日本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他因为那个 2012年的诺贝尔奖 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外科医师 整形外科医师 叫三中生米 那他得了这个诺贝尔奖 日本是请全国之力 在发展一个叫做IPS 就是类似这种 胚胎干细胞 人造胚胎干细胞的技术 那他们 其实目前据我知道了 得到的消息 就是他们现在主要 主要是推这个有关于脊椎的再生 那脊椎再生 其实也就是说 比如车祸受伤 或者因为外伤等等 造成这个脊椎受损 然后造成半身 或者说脖子以下不能动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种治疗 基本上也通通都是局部的治疗 你要把这个IPS细胞 要打到这个受损的脊椎部位 所以大家理解一个概念 其实干细胞治疗不是不好 但是就是至少 看起目前的Data来看 大部分是适合局部受损 对于全身性的这个问题 干细胞治疗 目前的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以刚刚的跟大家简单的 就是讲了一些背景 大概就是2015年 到2019年 四年间的一些进展 那在这四年间 当然很多事情一直发生 那Nature就同样的期刊 它又出了一篇就是说 那四年以后 它认为说 到底目前有什么技术呢 可能可以来逆转老化 这叫rejuvenation 就是回春的意思 那它当然提出了四个candidate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年轻的血液 第二个就是断食 我们刚刚一直讲 那第三个是一个叫做 Cylolytics 就是把一些雕王 就是睡着的细胞把它清除掉 就不会生长的细胞 把它清除掉这样的药 那第四个呢 是基因治疗 那最后这一个 基本上是目前是很难去掌控它 因为怕会造成癌症 所以临床上比较不可行 那前三个呢 目前都可以执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我们来讨论到的就是 大家对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断食 尤其间歇性断食等等 那这个方法呢 就是基本上它因为人体呢 因为进化论的关系 当你的这个营养不足的时候呢 身体就会停止生长 它会为了生存 然后开始就是回收体内 已经受损的一些 细胞器啊 或者这些不需要的东西 等于回收 然后来变成更有意义的物质 来让延续生命 那断食基本上就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呢 你如果能够长食的去断食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健康啊 不敢说能够延长寿命多少年 但对于健康 绝对是有益处的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 这个断食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动物实验 就是当然最接近人类的 就是这些 灵肠类的动物 你可以看到 右边这边是断食的 的这个动物 它不是吃比较多 你看它毛啊 什么都比这左边这只啊 就是没有断食的这个动物了 健康很多 它资料是这样 Judice Campisi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抗老科学家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事实上这个 世界上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我们如果从那个 最早的研究这个抗老 是用那个掏虫 一种就是那种寄生虫 那么你目前的抗老科技 可以把那个掏虫的这个 这个寄生虫寿命延长大概十倍 那到了佐索菲拉 就是果蝇的话 只能延长一两倍 到了老鼠 就只可能只能延长 那个百分之几十 到了猴子的话 大家看到这边 那就只能可能延长 百分之十的受益 那到人类这边呢 基本上目前能够延长多少 就其实大家都还 没有什么定论 没有什么确切的事情 所以与其大家整天在想说 我以后要活到百五十岁 大家应该把这个 关注的重点 应该认为说 我如何让我活着的时候呢 健康的寿命呢 健康寿命不断延长 这个是比较务实的一种看法 那断食疗法当然是有效的 我个人也非常认同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年的 这种断食 我基本上每个礼拜的这个 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晚上 基本上是不吃东西 就只喝水 这个已经大概做了八年十年了 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东西 事实上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做一次 我想大家还好 那你要尝试去进行这样的事情 第一 你的生活品质 很多的社交 应酬 比如跟朋友聚会 基本上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简单讲说 断食事实上 其实不但是不用钱 其实它还帮你省钱 所以等于是一个赚钱的方法 可以靠断食来赚钱 但是它最大的缺点 就是很难执行 因为生活习惯上面的东西 就像运动一样 大家也都知道运动很好 但是为什么 不把运动写在这里面 其实是有原因 其实运动对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绝对可以延年益手 但是如果运动过量的话 运动过量的话 其实是刚好相反 运动过量其实 会让寿命减短 当然你可以想想看 其实世界上的一些跑马拉松 或者做一些极端的这种运动 比如说法国的two defense 这样的这种的人 其实他们寿命很多都是 低于平均的 运动饮食这种东西 就是好像不是要很多钱 但是你要拿捏得好 不然就会产生 适得起反 反而是减缓的兽 就是我刚刚讲过 就是人体里面 因为这个进化论的关系 有一些细胞在一定年龄以后 它会变成 进入一个状态 叫做衰老的状态 它不是死掉 它就是不能再继续分裂 它就在那里 我们叫做衰老细胞 或者叫 比较通俗的叫做僵尸细胞 那么这种细胞呢 当然是这五年左右 非常非常是抗老科学界很红的一个东西 那大家也对如何清除这些衰老细胞呢 有很多的药物跟健康食品被开发出来 那其实本来大家都对这个寄予后 因为它蛮可行的 这两个症可可行 跟这个 这个叫段时 这边有三个症 他们本来是认为说 利用这一种清除这些酸食细胞的话 可以治疗这个膝盖的 我们叫做 那个Ostros 这个临床实验结果很不幸 并没有成功 所以这个公司呢 这个公司叫Unity 这个股票呢 就大跌 那整个 这个我们就在研究这个衰老 或僵尸细胞的这一个 血界跟产业界呢 都大受打击 那么再回来就剩下第三个 也就是说年轻的血液 这个事情 年轻的血液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或多或少 也都听过这个事情 我们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 大概这些年来 比如说十年来 我大概开始接触到 做这个事情 当然几乎了 我接触过 谈到这个事情 多少都听过这个事情 但是他最为人所诟病的 就是说他虽然有很长 悠久历史 但是他的科学的解释 他的这个比较不足 那其实今天这个演讲 也就是我们就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帮大家把这个 有关于这个 这样一件事情 来延长寿命的事情 把它讲清楚 说明白 让大家都对于这个抗老 这个目前的抗老科学跟医学 有一个很宏观跟客观的这个看法 那年轻的血液 这个是非常早的一个技术 中国人当然不是说在这个输血 不是都不是全世界最早 输血这种事情 应该是1600年左右 就是欧洲的一些人 一开始也是用羊血在输出到人体内 那但是输血这个事情 跟更早的 比如几千年前 中国这个道家就在讲那个 好像爆骨子 就讲说这个采因补羊的功能 这不是血 那么事实上是互相呼应的一个技术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技术 但是把这个输血的技术 利用输血的这个技术 应用在抗老医学界的这个研究 最早是大概100年前 在这个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是我母校 刚我有一个前辈 他是一个法国人叫Alexis Cabral 那他做的实验很简单 就是把一只老老鼠跟年轻老鼠缝在一起 那让他们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共用一些血液这个循环 然后把他们牺牲掉 然后看看老老鼠的体内 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结果可以 就是体内的气氛跟外表 都变得年轻很多 那这就是 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今天演讲的主题 叫一时共生的整个的这个 我们叫神主牌 最经典的一个实验 就是老少年体 老少年体的时候可以让老的动物变年轻 那这个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还是也是唯一一个肉眼看得到 而且可以快速逆转老化的方法 这几个条件很重要 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断食 断食能不能看得到它的效果 看得到 但是你要看到断食造成外表的这个变化 可能要好多年的时间 你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不像这个老少年体这个技术 你只要几个礼拜的时间 你就会看到老的 这个老鼠或者大鼠 变年轻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是目前唯一 这个肉眼可见 而且可以快速逆转老化的方法 所以几百一百年呢 大家当然都有 都想要说利用这个技术呢 来让人类变得老人变年轻 那当然愿意花钱的人绝对不会少 那我们现在看看 对不起 那看台湾 我们现在看一下人体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现象 我们这个是一个台湾的模型 我们用台湾来看 台湾就是像一个番薯这样一个形状 那面积当然是有一定的面积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那我们现在想如果台湾的这个环境是好的 那么它会所有的这个生物都会茁壮 那如果这个环境是不好的 那么这个所有的生物呢 当然就会凋零 这个概念当然有 那这些环境呢 在从这个城市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靠这些水源 这是我从前阵子台湾刚好缺水 我刚刚看到 非常有趣 跟人体其实有点像 就是这些水源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其实人体跟这个水族管一样 就是这个每一个小鱼 就像一个细胞一样 那这些细胞呢 年轻的时候是泡在干净的这个血浆里面 那年纪慢慢大 水慢慢脏 那有些不适应的鱼呢 就死掉了 那适应的鱼呢 就继续存活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如果有养鱼的这个朋友 那大家问他们一下 他们就会跟你讲 养鱼一定要先养水 那那你就问他说 那要怎么养水 他说你每次要换新的鱼的鱼种的时候 你就会换掉大概百分之十到二十的这个水 那再加入适当的养分 然后再把那个新的鱼呢 放进去 这样就可以达到这个养水的目的 那人体呢 其实也很类似 那人体的鱼的数目 大概有三十七兆个细胞 那这个细胞里面 基本上就是靠这个三千cc 就是一个大瓶的矿泉水 这样这么大的血浆 就是在全身循环 那这也就是换言之 就是说 这三十七兆个细胞的健康 就是由这个三千毫升 三千cc的这个血浆来决定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 你如果想要健康 一定要先养血 那这也就是跟这个中国几千年来 到一百年前这个意识共生 老少年起来 然后到现在的科技 整个去全部是一脉相承 而是一样的道理 讲到这边 那其实如果人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其实基本问题就没有了 因为老坏问题其实真的是可以逆转的 因为这个不是一次或两次的时间 但是大家也知道说 虽然没有人想要变老 但是你在马路上应该也是没有看到说 哪一个老人 固了一个年轻人 两个人连在一起在那边走 一直看不到 这个是整个抗老科学界最遗憾的事情 就是人没有办法连体 那当然有人会说 不是这样 不是有连体因吗 但是连体因是同样年龄的人连在一起 那当然我相信 现在一定有这个聪明的 线上的观众 他就会说 其实不是这样 那怀孕不是也是连体吗 其实怀孕也是一时共生的一种 那那个最后我们会来讨论一下这个怀孕这样的议题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人不能连体 在不连体的这样状态下 你如何让这个老的老人 或者血液的年轻化 那一百年来 其实所有的科学学家就在研究这个事情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术 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根据 我们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先看看 当初我们讲把两只老鼠连在一起 一只老的一只年轻连在一起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基本上人体的里面有两种东西 一种是不好的东西 我们叫inhibitory factor 就是阻碍身体功能变不好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就是好东西 就是刺激身体的细胞 发挥正常功能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模型 所以呢 一百年来 那大家都可以做了一样的假设 就自从这个Corel的这个实验以后 讲了一个假设 就是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年老动物跟年轻动物的连体以后 年老动物变年轻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年轻的血里面 有可以逆转老化的物质 那么老的血里面呢 当然就是相反 就抑制这个器官功能的物质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来看个简单的模型 左边是一个年轻的动物 那黄色就代表好东西 灰色代表不好的东西 那年轻的动物里面 好东西当然是比较多 那老的动物里面 好东西就比较少 那当然相反的呢 老动物的身体里面呢 这些累积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化学物质会多一些 那年轻的动物就会比较少 那我们如果想要变年轻这件事情 事实上就是 一时共生就是把一只年轻的动物 左边这个跟右边这个老的动物连在一起 OK 那两边呢得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就是变成右边这样的状态 其实这张图呢 就是一时共生老少年体 所产生的效用 效益就是这件事情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如何利用临床上可行的方法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的课题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如何把老的动物这样的状态呢 不是借由跟年轻动物连体呢 然后用别的方法呢 来达到右边这样的状态 那我想各位观众都很聪明 我想很多的医师啊 科学家都很聪明啊 一开始大家马上就最直觉 就想说那很简单 我就输点年轻的血就好了 那这个从19 就像我刚刚讲过 从这个1906年开始 就很多人呢 就想到这个事情 就是哎 我只要增加老动物 里面有益的物质 这样就可以了 那当然年轻的血 当然是比较不容易取得 那不容易取得 很多人就很聪明 那马上就 那人那么不容易从人拿到 我就从动物 年轻的动物里面去拿 那这个就是 这个很有名的 这个瑞士草原疗法的始祖 这个叫Pornian 在1931年 你看这个等于是90年前 他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他用的就是这个一个阳胎 还没有初次的阳胎 因为他难不容易 拿到年轻的血 人血 他就想说 哎 为何我先拿年轻 那个太阳的这个体液 把它搅碎掉 或剁碎掉那个液体 里面应该就跟血液 年轻人的血一样 有好的这个效果 他就用这样的东西 来做这个治疗 那这样到现在 你看也90年以上的事情 那大家应该周边 多少有一些 听过一些朋友 当然是要有一些 经济能力要不错的 会飞到瑞士 或者德国 这是两个 目前呢 有从事这个阳胎 或者打这个胎 打这个阳胎 这个萃取物 治疗的一个地方 那日本呢 当然也很聪明 他想说 哎 奇怪 我不容易拿到年轻的血 那有一东西呢 那这个欧洲人 已经用这个 羊的这个胎儿去做 日本就也很聪明 马上就想到 那人的胎盘里面 不是有一半 是很年轻的东西吗 因为是婴儿 婴儿本身的细胞 他就想用人的这个胎盘 来萃取这个物质 叫胎盘树 这个工资代 你看到现在 也已经有50年左右 这个到现在也都还在 那这个是最早的 就是说 我不用人的血 我用动物的 或者用这个胎盘 这样的一个萃取物 那也希望达到这个 逆转老化的效果 那哈佛大学啦 还有这个 当然有一些其他科学家 当然他们做了比较 就想要用开发新药 那新药是什么 就是一个东西叫GDF11 这样的东西也开发出来 那在2014年 2015年也做了一些临床 可惜就是 但是在临床上效果 也都不是那么明确 所以都没有上市 那其实啊 我个人的关注这个老化 也是很多年 很多年 从其实严格讲 我从1994年 在宾州大学教书的时候 就已经 这开始我教的科目就是抗衰老 但是呢 我比较主要的临床上啊 都是在做这个 我们叫epigenetic 就是后天性的治疗 后天性的治疗 因为宾州大学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学者叫做 那他就是发现说这个人体的细胞 事实上只能分裂大概50次 之后就会进入一个 我们就就会停止分裂 那进入一个叫做休息的状态 这也就是所谓的僵尸细胞 那同样也就是因为他的发现 然后后来才会有这个端粒体 端粒酶 在后来得到诺贝尔奖 这样的一件事情 好 但是刚刚讲了用阳胎 或者用人胎 或者用GDF11 当然这个都是 无可厚非 都是可行的一个方式 但是有一个人 我觉得 其实蛮佩服他 他是一个Stanford大学 医学院的学生 那他就听到这个老少年体 这个事情 他马上就想到一件事情 他这个很有创业家的头脑 他在2014年 就在2014年就提出这个方法 在2016年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他就开始做什么呢 他是做这个老少血液的配对 所以在美国 你可以就抽取这个青少年的血 抽取青少年的血 然后回溯到有钱的老先生 或老太太的体内 让他们增加活力 达到这个年轻效果 那这个方法其实很红 结果后来呢 在2016年的时候呢 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行销 做得非常好 那连我们走在遥远的这个台湾 都注意到他们在美国的这个 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浪 那也就是看到他 那刚好我在那时候 在这个柬埔赛 因缘集会 就是因为看到他们的新闻 然后看到刚好在 人在柬埔赛看到一些机会 所以我们才一头 钻进去这样的一个研究 等下我们就会继续讨论这样的事情 所以Ambrosia 我个人认为了是目前唯一一个 把这个雪江 就是意识工程疗法 把商业化的一个公司 那可惜的是这个公司 其实做业务应该是非常好的 但是可能就是人红是非多 那很快就才2016到2019 大概就是三年后 到处大家都没各个大媒体 你知道媒体 我相信都报道过这个事情 就开始引起这个FDA的助力 那FDA一开始就 就马上就跟各国的这个FDA 其实他们的态度都一样 他们的使命就是保护人民的安全 那他不是保护人民的这个寿命要延长 他只是希望不要有问题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马上就issue了一个 Warning letter Warning就是警告的这个信 这就是叫排斥 这个意思就是说 利用这些大学生 就可能会有排斥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血型的问题 或感染的风险 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大学生刚好一跑去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那可能会有一些性病 或者艾滋病等等 而且但最大的问题是在 他说他效果不明确 那因为这个Warning letter 一出来以后 他就把那个Ambrosia 就等于下 让那个Ambrosia 马上就退出市场 那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是Ambrosia 其实第二年 就是2020年 就已经又回来了 因为其实FDA 这个Warning letter 他不是禁止他做 他只是紧 应该这样讲 就警告消费者 说这样做可能有排斥感染的风险 而且效果不明确 并不是说这样做是非法的 那有些人可能误以为说这样做是不对 其实没有什么 这没有任何不对的事情 因为输血 或者这个血浆治疗 就我们讲这个 Young blood therapy 最可贵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做法 所以呢 你如果能够把这个方法做得正确 你是不需要新的这个approval 新的什么准证啊 什么东西 所以它的进程 不像开发个新药 你知道你没有十亿美金 没有十年的时间 基本上是不可能上市的 那这个利用年轻血液 或者它的成分来做呢 之所以这么重要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可行的事情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批准的 一个医疗行为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Embrosia 那个FDA说它的效果不明确 那其实这个原因就是 我刚刚讲过2016年 至少我个人认为 是这个整个血浆治疗法 最重要的一年 它有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Embrosia 开始在这个商业化 把这个老少输血 什么少血回溯给老人 什么的这样一件事情 商业化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里面呢 有一个俄国的科学家 刚刚那时候在Stanford念书 他开始注意到一件事情 不能讲他是一个俄国科学家 他那时候已经在Stanford教书 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说 这个老化血里面 他想说这个年轻的血 效果不明确 那是不是因为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老血里面有一只东西的物质 就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人很有名 就刚刚讲那个 一开始讲那个夫妻党 他叫Irena Convoy 他在2016年的这个9月 就年底 这个是接受 发表是11月22号 2016年11月22号 发表这个论文 这个论文发表的意思 他今天基本上讲了一句话 很简单 就是说你把那个同样体积的老血 从老的动物抽出来 打到年轻动物的体内 跟同样体积的年轻动物的血 拿出来打到老的动物体内 这个老的血呢 就好像采 会对年轻动物所造成的不好的效果 是远远到过年轻动物血液的好的效果 就是讲这件事情 所以讲个半天是这样一个概念 年轻的血 年轻的动物是这样 这个是下面是老的动物 你如果给他一点老的血呢 这个老的东西一下增加很多 那老的动物 你给他年轻的血呢 他年轻的东西会增加 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其实说穿了一句话 就是老血有毒了 OK 那老血有毒这个概念 就是如果大家有听过我演讲的话 我每次都跟他讲说 我右上角这边有打了一个信号 就是你们如果想要截图 这是重要的概念 你就听 有看到右边有 有那个星星会有打勾 就是你要做 可以做笔记的地方 因为现在大家用手机看嘛 你很简单 你就可以截图下来 然后五个十个东西 那基本上大家对于这个抗老 这件事情就会有比较 一个蛮正确的 而且很up to date 的这样概念 老血有毒 我想这四个字大家应该要记住 那因为老血有毒呢 想要变年轻的就要做这样两件事情 大家看到右边 右上角有个信号 这个是可以截图的 就要做两个步骤 你必须先 第一步先把老血里面有毒的物质 要把它减少 然后再增加老血里面的有益物质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 Irena Convoy 就是刚刚我讲那一位 俄国籍的在美国那位科学家 他的贡献 我觉得这个一个观念 让所有的人都 非整个这个年轻研究血浆的这个学界跟医学界都受到很大的震撼 好 所以 有的Irena Convoy 这个老血有毒的这个证明以后呢 实验的结果以后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真正要抗老 人要变年轻是要这样走 这个是一个老人嘛 脏东西多年轻的东西少 你要先减少不好的东西 然后再增加有益的东西 再减少不好的东西 再增加有益的东西 慢慢慢慢就要一步一步走 这样循环就可以达到 恢复到比较年轻的状态 那这个观念 因为我自己是原来是学化学的 所以对于我刚刚用这种浓度啊 体积上做很简单的计算是不容易 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对于 对这个比较不喜欢用这个浓度角度来看 浓度或化学角度来看 这个老血有毒事情的这个听众 我常常就举这样一个例子 其实老血就像汽车的刹车一样 那年轻的血就像汽车油门一样 你如果老血很多 叫那个inhibitory factor 就是那个抑制的效果踩在那里 你吃的再好补的再好 油门你拼命踩都没有用 所以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开车 你要让车子启动呢 你一定要先松开刹车 也就是降低 老血里面的有害物质 然后呢 踩油门增加老血里面的有益物质 这个是让这个车子行进的这个次序 我想有开车应该就知道 总比 会开车应该是比学化学人多很多 应该是这样 所以用这样的概念 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老血有毒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概念 就等于你只会踩油门 在那边拼命踩 那不知道把这个刹车松开的话 那你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效果 那只油只是在那边空烧 OK好 有了刚刚那些背景 我先跟大家复习一下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个一张图当然是一个简单的卡通 但告诉大家所有 就是非 这个想要延坏老化人的所有的概念 在这里 第一件事情 这个车子 这个缓坡是往下 这代表说这个 你如果什么都不做 这车子下滑 车子就是你的身体一定往下滑 OK 就会慢慢老化 这叫aging 一定会老化 那么你如何让这个老化的东西 逆转变成年轻的 有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 你如果不想 你自己一定要 你的mindset 就是我自己想要变年轻 这是必要 你就你这个车身 一定要把这个车子的方向 滑过来 也就是这个脑袋 你的想法必须改变 你就必须想要变年轻 这是必要条件 第一 第二个 你的刹车跟油门 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里面要有油 你刹车一定要放开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是什么 这个车子不能有问题 因为你有问题的话 这个车子是没有办法往年轻 所以我常跟人家讲说 人家讲说 你这个什么重病怎么样 我常常讲 你如果真的身体是有重大疾病 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子 比如说 这个什么 什么轴承 断掉 裂掉 或什么 你要先去医院修好 把那些东西修好以后 然后你有正确的mindset 那我们可以帮你变年轻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四个必要条件 我再啰嗦一点 再讲一次 你的心态要改变 你的身体 要把大毛病先控制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把老化物质减少 松刹车 然后再来就踩油门 增加油门物质 这四个步骤 你就会变年轻 好 那我们先来看 第一步就是如何呢 降低老血里面有毒的物质 那其实这个是 从图样来看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就降低有毒物质 这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第一个方法 我想所有的人应该都知道 其实女性每个月 都会排除一些 有一些失血 那血里面当然自然会 有好东西遗失 坏东西也会遗失 这是第一个 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第二个就是大家去捐血中心 那当然这个你去捐血 那每次男生可以捐500 女生可以捐250 那这也是把血里面的 好东西跟坏东西 都去除的一个方法 但是毕竟呢 这个放血或捐血 以前常常讲 叫捐血救人 那当然刚刚 已经跟大家讲过 这个概念 就是老血有毒 所以你如果很老 虽然捐血中心 还是愿意让你捐 你还是量力而为吧 因为你可能 你捐出的血 可能会害一些 比你年轻的人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另外一方法 就是大家也常听到 就是一种 现在有一种机器 就类似像洗肾机 这样的一个东西 叫做洗血机 那这样的就是 他把你的血呢 抽到体外 经过这个血浆置换机 他把这个脏的 这个血浆拿掉 然后再把血球放回去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当然实际运作 不是那么单纯 这样比较复杂的一个循环 但是for particle sense 就是为了 对各位听众而言 基本上你就是 你的血呢 脏的物质 可以透过 一个类似洗肾机 这样的一个机器 把它洗干净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当然你洗了东西出去 你的血的总量呢 会变少 所以当然就要补充呢 等量的这个物质进去 我们一般就叫替代血浆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用这个机器洗了血 那这大概500公升的东西 被洗掉 那他就要补充呢 500cc的这个血浆 进身体里面去 那这个技术 其实不能说 很早就有 但也不是很新 但你可以看到 右上角这边 2009年的时候呢 日本的这个 抗老 anti-aging medicine 就已经发表这样的论文 他们就利用 刚刚我讲这个技术呢 来移除 这个 这个客人体内的 这个胆固存 还有这些发炎的 这些物质 大概可以看到 这个细 这么细就不用仔细看 就是反正各个指数 都会有一些改善 睡眠改善 体能改善 然后皮肤会变好 等等等等 这个我们日本 在这种技术 是做得很不错的 很不错的 那大陆当然 因为人多嘛 然后环境可能污染严重 所以也蛮多这个人呢 同样利用这个 相同的DFP这样的技术 来作为养生 所以这个技术呢 听起来是很不错 我想周边的应该 也有人听过 比如你去不同的 健检中心去 那你都可以说 我要去洗血 洗血 然后你听起来没什么 但是你如果做过的人 就知道几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这样 洗血的时候 需要一个 蛮大的一个点滴 大概17G 所以大概是1.5公里宽吧 大概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第一个是 你的血管要蛮大的一条 那东方人 个子本来就比老外小 尤其东方的女生 那个血管 真的是不是很好找 更何况要打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硬针进去 然后打进去算了 然后你的那个整个手 还要因为这个洗血过程 不是10分钟 20分钟 你还要四个小时时间 不能动 然后这些都讲完以后 还有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有那种 会有一些中风的问题 然后风险 当然是很低 但是确实是有可能中风 但是有一个最难克服的事实上就是 因为你的血呢 必须跑到体外去 所以呢 如果有任何操作上的闪失或什么 你一定很容易受到感染 那感染以后你就试得几分 本来想要变年轻 那反而变成感染了 反而让身体受损 然后最难克服的是 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本来就已经要上去做这个事情了 就是你看到那个血啊 在体外在 就你自己的血在体外跑 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客户啊 在这个想要做洗血的钱啊 就马上打退堂鼓 所以我们简单讲 就是洗血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它不是一个不好的方法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 它的条件限制啊 比较多一点 比较你要大的血管 然后你的心理上 要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 类似这样 条件限制比较多 那当然有人马上就会跟我讲 不是有个东西叫熬合疗法吗 OK 那熬合疗法当然是 大家知道就是不用上机器 就可以打 就打一种类似静脉点滴的东西 但是熬合疗法的问题是 它只能去除血液里面的金属物质 二价值金属物质 但是人体里面那些 我刚刚讲过那些 老血里面的不好的东西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金属 不能说不是 就大部分是大的蛋白质等等 所以这个熬合疗法的效果 当然在 如果是你有重金属污染的人的话 那当然是有效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人可能 尤其现在 就是社会 社会还蛮进步的地方 就是没有那些什么 牵中毒等等的地方 那效果 然后也就不见得是那么明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我讲过 其实老血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个 最大问题就是很多这个脏的蛋白质 或者是老化的这个 有抑制效果的蛋白质 那人体呢 事实上就是由蛋白质所组成的 那当然蛋白质又分为很多种 大家看 就大家不用背了 就是大家知道 有很多很多的类型 那这里面呢 有一类的蛋白 叫做这个叫 我们叫输送蛋白 就运输 运输蛋白 就运送 一样东西到另外一样东西 那大家最耳熟能消 当然就是这个 血红素就是这样 它是专门运送 这个氧气的这个 这个蛋白质 那身体里面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蛋白质 运送蛋白 那包括这个什么 免疫球蛋白等等 这个运送蛋白 那这个运送蛋白 它的好处就是 它基本上就像是一个 海绵一样 我想家里的厨房里面 如果说 刚好有脏东西 不小心溅出了 为什么 那你会拿一块海绵 去把它吸起来 或像一个抹布一样 把它吸起来 然后再把它 移到 比如说垃圾桶 或者那个水槽里面 也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实验结果就是 基本上这个运送蛋白 确实能够把这个 有害的这一些 血里面有害这些物质 目前已经有技术了 可以利用这些运输用的蛋白 把这些有害的物质 就像海绵一样 把它吸起来 然后再 把它排除掉 是这样的状态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一些数字 我想最重要 就是大家只要知道 这个事情就是说 它可以排除这个 Aβ40跟Aβ42 Aβ42这两个 Aβ42就跟失智症有关 Aβ40就跟心血管疾病有关 它可以把这两个 有害的物质排到体内去 所以这个输送蛋白 就是基本上 也是可以取代这个机器 来达到 帮身体达到排除 这个有害物质的效果 那这是一个示意图 这个蓝色就是球状蛋白 那这个星星 这个就是代表不好的东西 那球状蛋白打到身体里面去 它会把这些脏东西吸起来 然后排到体外 然后呢 血里面的脏东西少了 细胞旁边的脏东西 就会被吸 被因为那个diffusion 扩散的效果 就会跑到这个血管里面 这样形成一个循环 一个正面的循环 让身体里面的这个细胞 这个组织液里面的脏东西 透过治疗以后变少 那这个就是 也是一个新的技术 那这个技术 可能大家没有听过 没有关系 但是目前呢 大家今天知道 以后就知道说 其实这个是等于是 目前最主流的一个 降低体内 老血里面 有害物质的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这种运输蛋白 那这个试图再看一次 你把这些运输蛋白呢 打到身体里面去 这些蛋白混合了一些 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组合跟配方 那他会把这些脏东西吸上去 吸上去以后呢 有一部分呢 你可以用机器把它洗出来 那你如果不想用机器的话 你可以这些沾了这个 有害物质的东西 在身体里面呢 就会被代谢掉 那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个就是第三个 除了刚刚那个月经啊 然后比如捐血啊 上机器去洗啊 这等于第三种啊 排除体内有害物质的方法 OK 那当然有没有问啊 这个这样 多久可以 可以维持多久 其实这个 我们因为这一行 现在开始已经 资料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其实这种 有害物质的排除 这样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维持 好几年 因为人体中有害物质的 这个build up 累计的时间呢 是以年来计算 所以你把它清除以后 其实也是可以 它的效果也是可以维持很久 就会像家里的大扫厨一样 你不用每天大扫厨 你好好清一次 可以维持蛮久 一样的道理 好 那刚刚讲的 那是第一步就是 排除有害物质 再就增加有益物质 那增加为了 涂饰就是这样的事情 那么 那年轻血液的来源 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课题 大家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没有几千年 有几百年的历史 那我们现在想 可以把它分为三种 一种是自己的血 别人的血 跟不是人的血 那现在有几个问题 自己的血 基本上年轻的时候没有存 那么不是人的血 就是动物的血 当然是有各式各样的 动物的传染病 所以这个基本上都不是很好 那如果用别人的血呢 法规 只准成年人捐血 所以 那成年人呢 真的 三四十岁的人 他的血又可能有毒 所以呢 而讨论半年人唯一口型的方法 就是青年的血 而这个青年的血呢 也就是 我刚刚讲过的那个美国 2016年 那个Stanford 那个创业家 所做的这个 Ambrosia这个公司 它采取的方法 它就是采用青年的血 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一体的血 血清机关 就只有这样一个可能 那Ambrosia的方法 其实也就是这样的 它等于就做一个 Broker仲介 从这个年轻人的血 抽出来给他钱 然后把它打到老人身体里面 那收更多的钱 那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OK 好 那这个刚刚讲 FDA讲了三个问题 警告 就是说这个有三个 可能的风险 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 来拆解它 第一个是排斥的风险 那其实排斥方法 是非常简单 大家知道 那个排斥是因为血清 配对的问题 那你如果把红 把那个红血球 不用红血球 那基本就没有排斥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采取血浆 所以就用血浆 就可以了 不要用青年的血浆 不要用青年的血液 这样就会解决 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的感染的问题 那感染的问题 一个方法 就是当然就是 那个血浆 有两个来源 那第一个来源 就是去血库拿 这个叫FFP 就是新鲜冷冻血浆 那这里面 大家也知道 你去那边种的时候 它会给你验 各式各样的病毒 什么细菌等等 确定说没有问题 那另外一种 就是利用药厂生产的 这个血浆 那这些药厂生产的血浆 因为是它一个产品 可能要给成千上万人用 所以药厂血浆的管控 我的quality control 当然是远比一个血库 它这一带血浆 基本上是给一个人用 这边是严格很多 OK 严格很多 所以药厂的血浆 是比血库的血浆 在安全性上 或者这种感染风险 是更低很多 那这个也是 也就是后来 大家比较prefer 比较喜欢用的方法 你用年轻的血浆 你会用血球 用血液 有血球会排斥 那你就不要用它 就不会排斥 那这个血浆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 血库血浆 那当然是百分之百的血浆 另外一方法 就是不用用血库的血浆 因为它产生 这个副作用的机会 还是比较高的 百分之三十 你用药厂的这个血浆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一样 它有百分之九六 是相似的 那因为它的一些处理 热处理等等等等 它产生这个 副作用的机会就小很多 大概只有百分之五 所以基本上做这个 我们这个疗法的 这个科学家跟医师 目前都已经逐渐 走向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把刚刚讲的事情 统合起来来看的话 那就基本上是两个方法 就是说 当然就会想到说 那你这个 一时工程不是两步吗 第一步就是排除有害物质 然后增加有益物质 那排除有害物质 就是这个血浆滋换机 那血浆滋换机 那有益物质 是不是也要一根针 把它打进去 所以大家就想到说 那我就一起做就好了吧 就是在一边洗血的同时呢 把这个有益的这个物质 年轻人来这个冷冻血浆 或者年轻人的血浆 所制造出来的这些药品 比如白蛋白 这个免疫球蛋白 把它打回去 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这样的方法呢 在动物实际上 效果也是令人惊艳 那可惜呢 在人体上面效果呢 还是比较没那么明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好注意到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 一时公升也就是 老少动物连体 那时候他们所采用的 这个老鼠的年龄 大概是三到六个月 但是老鼠的年龄 换算成人类的年龄 三到六个月的老鼠的年龄 换算成人类年龄 大概是十二到十七岁 大家注意到 十二到十七岁 刚好是未成年 那么你Ambrosia 就是用大学生捐的血 大概是在十八岁以上 所以刚好就是说 这个一时公升动物 逆转老化实验 所用的这个老鼠的上限 刚好就是捐血年龄的下限 所以我也就是这个原因呢 我们开始知道说 其实你光光拿大学生的血 虽然是没有坏处 但是你要达到 那逆转老化的效果的话 那可能还是不够年轻 也就是说你要 你要采取是少年的血 但是刚刚讲过 少年的血 其实在进步的国家 是不能合法取得 那我们就想办法 在2016年的时候 刚刚讲过 我们就是刚好在柬埔寨 刚好看到说 那边那时候 因为相关法令 还没那么成熟 那可以拿到这个 青少年的血液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落地 设立那个生物科技公司 那潜伏在 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 那距离台湾刚好也不远 距离马来西亚也不远 大概只有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那这当初我们选择它 那时候还不是很进步 所以血液取得成本也比较不高 那可惜他们进步得很快 那这个血液的取得成本 随着社会进步已经慢慢提高 那当然因为法规的关系等等 现在也不易取得 所以这个事情到最后 也就不了了之 没有办法落地 所以到这边来看 其实上意识工程的 这个整个逆转老化方法 是第一 确实是有效 这我也很可见 可惜人类不能连体 所以没有办法在这个临床上去执行 那么 但你要执行的话 临床上要执行的话 就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 要先排毒 排除有害的物质 第二就是什么 增加血液的有益的物质 那我们看看什么方法做 那这个时候呢 刚好有一个Stanford大学 另外一个教授 叫Tony Wisco-Rare 他是做了一些 分析了很多这个 从年轻人 15到90岁的人的血 去分析 那找到里面一些特殊成分 那么其实 大家要了解 不用看那么多 复杂的生物化的东西 其实他的研究结果 告诉我们 就是我现在跟大家 要解释的 其实血里面 就只有这一些东西 一个就是老少呢 身体里面有的东西 都一致的东西 那第二种就是 有害的蛋白 它就随着这个年龄 慢慢越来越多的东西 那第三类就是 有益的蛋白 它随着年龄越来越少 那第四种就是青春期蛋白 大家知道青春期有时候 有一些特殊的基础等等 那么其实抗老血浆疗法的 整个原理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无外敷 就是把坏蛋白降到 年轻时候的程度 那把好蛋白呢 增加到年轻时候的浓度 那么青春期代表 再补充一下 就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用图来看 就是第一个 刚刚讲很多 把坏东西降低 坏蛋白降低 那有月经 洗血 熬合 还有那个刚刚讲 那个疏充蛋白的方法 那好东西呢 你就当然把一些 好的细胞因子 跟成分跟药品 把它打进去 那青春期多的 就是生长基础 你要补充 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那我们现在来看 怎么做 怎么得到这些 这个算是年轻的血浆 第一个 你可以用自己的血 假设我们有个 二十四十六十 七十五六岁的人 你把血 你把血拿出来 第一 你拿到实验室去 你把他用 离心过滤的方法 把他这个 脏东西降下来 然后补充 这些有益的蛋白 那补充这些 青春期的 这个生长因子 你就可以得到 自体的 年轻的血浆 这是可以做的 但是这整个过程是比较繁复的 那费用也就高 那做法就是这样抽血 然后离心去排毒 然后加入排完毒就干净了 那加上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可以适合这个 人体的这个细胞生长 这样的一个血浆 年轻化的血浆 这是一个 把老血变年轻的一个技术 那另外一种 当然有些嫌麻烦 而且每次你要抽自己的血 也要耗几百cc 然后又要等 就来这个诊所医院的时间 次数就增加很多 所以就进行上比较不方便 那其实大家就想到 刚刚已经讲过 你其实如果可以 你可以从血库就直接拿 或者从药厂直接买 买年轻的血 那你拿血库 你拿到18岁的血 那基本上他已经蛮年轻的 就直接打到人体去 什么都不用做 但是是不好拿 不容易取决这个事情 因为第一个 18岁的人 大概跟需要抗老的人 那个概念不是很一样 那越进步的国家 当然青少年就越有个性 那你要么就像 这个就是柬埔寨的捐血 从其他那种乖 但是可惜就是 这个是以前的 这个好景不在 现在柬埔寨年轻人 他费用等等也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事情 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但是事实上不可行 但我常常也是建议人家 你如果家里刚好有个十五六岁 的那个青少年的 不管是 那个儿子孙子等等 或者子子 他愿意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液体的这个血库 这个血浆 这样是最重要的 那你如果要大量做这个血浆治疗 那这个是药厂的血浆 是可能目前唯一比较可行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这样 我们买药厂的血浆 那年龄可能没有十七八岁 平均年价二十出头 你买了这个血来以后呢 因为它没有什么脏的东西 那你的这个有益物质 这个绿色条线 相差跟青少年的也有限 所以你只要补充一下 青春期的里面 特有这个生长因子 就可以达到跟 类似青春期的这个血浆 这样的一个东西 可以 那这个药品呢 各个药厂其实都有 你们就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拿到以后呢 也不用处理 因为它本来就是干净的东西 拿到药局里面 那就是照我刚刚讲的那样 做一些调配的动作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了 这个年轻的血浆 那打到身体里面 你就可以跟这个老血说拜拜 那这边有个信号 那如果大家就截图一下 就把刚刚是 资讯衡量很多 那么这个第一 这个把它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老化造成疾病死亡的原因 然后修复力不足 就是老化 那干细胞状 当然就是造成修复力不足 那老血呢 是最重要的问题 那你要把老血年轻化又不年体 那怎么做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 那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 我们一时工程 就是老少年体就可以变年轻 那要怎么做 两步 不是一步 一定两步 减少老血的有毒物质 第二步降低 增加老血里面的有异物质 两步 那我们再看一下 summary一下 你要减少有害物质 可以放血 捐血 或者就是月经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洗血 就上机器去把它洗掉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打那种运送用的蛋白 就海绵一样的蛋白 把这个脏东西从血里面吸出去 就是三个方法 那你要增加有异物质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自己的血 拿到那个实验室里面 先离性过滤 然后再加东西进去 那另外一个就是血库里面 或者是刚好你亲戚有 自体的血 这什么都不用做 拿来只要把血球拿掉就可以输 那第三个就拿药厂的药品 然后加上一些特殊的细胞因子 那这有三个方法 都可以得到这个年轻的这个血降 那可以用来增加这个老血里面 有异物质 好 就是这三个方法 这个图示就是降低有害物质 用刚刚那三个方法 然后增加一样 降低增加慢慢调 两三个循环就可以 那这个是 图桌的话 第一个就是病人 然后先取血检查 然后选择利用自体或液体 自体液体的血 然后当你自己有亲戚 当你也可以用液体血库的血 然后会到诊所 有特殊机器帮你做调理 然后变成一个配方 然后再回溯 就这么一个抗脑疗程 那这个疗程 其实从 我们从头尾到现在四年多了 超十年 四年多 那么已经做到超过三千人次 然后这一些案例分享 这个我想 很快就可以带过 体力脚量变好 然后有些 听经的妇女月经会再来 然后手术后的这个 体力的恢复 老花炎 比较这个特殊的案例 他是一个九十几岁 糖尿病一战来 在安宁病房 那打了这个血检以后 可以好到回家 坐轮椅回家 听说到公园可以站得起来 然后可以打麻将 骂人 类似这样 那当然后来 因为就活了大概三四年吧 好像还最后还是离开 但是是很特别 很令人亚裔的一个案例 安宁病房 OK 他是讲 院长 很感谢你的祖传仙丹灵 医药和关怀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这个anyway 就是因为他效果实在太令人压抑 他这个对糖尿病降血糖 三高降 那有些视力不好 因为老化 或者因为那个情况也造成了退化性的问题 也可以得到改善 那肾功能会恢复 那这些是一个胰障癌病人的状态 那是客人的血 一开始的时候 那老的血嘛 也有毒 那你们经过这个体温慢慢调一调 可以变成活性是变得蛮好 回溯体内也可以变得不错 那当然对于这个循环癌细胞 也可以把这个数目给讲 这个是现在变得蛾嘛 本来是死 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失智症患者 你做个 这个是2002年 去年的7月 8月 10月 7月到8月 你看他本来是 空间感完全没有了 那么一个月的治疗就恢复了 那后来因为家里经济关系 或者因为很远 没办法继续治疗 两三个月后 然后又有一点退步 但是比原来还是好蛮多的 那这个是一位90以上的病人 90岁以上的病人 那儿子非常孝顺 就对他们 就是百依百顺 这个我看 这个医生在旁边看得很感动 这个案例在这里 你看到他这个头发 是呈现这个斑马现象 就是黑白黑 黑的部分 黑的部分 因为这位妇人 真的是很可爱 90几岁还是非常爱漂亮 每次来都是穿民派 撒香水 很漂亮 然后头发展 头发变黑了 然后长出来头发是白的 然后经过治疗以后 心长出来又变黑了 产生这种斑马温相 这个是 就是整个身体 包括这个毛囊细胞呢 也恢复年轻的一个证据 那我们再看进一步 比较那个临床上 这个学理 论文上的资料 阿兹海默症的血浆疗法 是目前已经有到 三期临床实验 那当然大家现在都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 大家对这个什么 一期二期三期 比较敏感 也比较清楚 其实要做到三期实验 很难 这个药厂为了达到这个三期实验 花了大概好几亿的这个欧元 才能做到这个事情 但是大家要了解一个事情 所有的抗老的方法 全身性抗老的方法 目前唯一的三期临床实验 就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谈的这个 利用这个血浆疗法 来治疗失智症的这件事情 那个失智症 这个是右边这个图 就是基本上两边的 不管用MMSE去量 或者用另外一个score去量 那么你会得到的事情就是说 如果不治疗的话 不做血浆治疗 它的恶化速度是这样下来 黑色这样下来 那如果治疗 那会延缓很多 那你实际去测量的话 它延缓的速度 大概70%左右 所以这个三期临床实验 事实上是 在阿采默症的治疗上 大概是 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成功 阿采默症的这个 刚刚讲的那个三期离床实验成功 就有更多的应用在这个 神经退化上的这种治疗上 神经病包括巴金斯症 四网们退化 当然也是神经的一种 然后还有这个肾衰解的认知退化 就是洗肾病人的认知退化 那心血管三高 当然是一样 大家关注议题 我们有另外的这个演讲 他们专门讨论这个课题 大家关注课题 那我这边就只有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这东西心血管 传统上认为就是 心血管就是长斑块 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个不合理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不是说所有心血管疾病人 都是因为斑块 我想讲的是这个意思 你看到一些都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然后时常都有做这个身体检查 这些演员 因为演员就是资产 他们一定要做健检 你看这些人都死得很早 那原因是这样 就近年来就是因为刚刚我讲 那个阿茨海摩症的一些研究 就是意外发现说 其实造成这个阿茨海摩症 这个AB42蛋白 有另外一个比较短的形状 叫做AB40 这心脏在这边 那透过这个颈动脉等等 跑到脑里面去 其实这里面其实串在一起 是同一个系统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个脑部的问题 事实上会影响到 这个心血管的问题 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他们发觉就是这个AB40 这种造成阿茨海摩症的 类似的这种 跟AB40的类似的东西 事实上会造成这个血管壁的硬化 但是最可怕的是 这一些物质 这黄色这种东西 事实上可以在没有 斑块的状态下 造成快速的这个 这个Lumen 就是冠状动脉的阻塞 那造成一些猝死的现象 所以这些 我刚跟大家讲的这些事情 其实基本上慢慢的都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有些人抽血检查 或健康检查都按时做 拿出来都是没有红字 也就是都是正常的 然而这些人却因为猝死 或者吐完中风 一发不可收死 这个现象目前 至少我们已经慢慢 把这些现象的因果关系 慢慢透过对于血浆 更进一步的更完善的了解 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解释 所以简单讲就是 就是这个冠状 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斑块 跟这个失智症的这个 两个事实上是一个 就是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 所以其实很多 只要你是注重年轻健康的人 事实上你在于心血管 或家里有心血管疾病 或者有失智 或者神经退化疾病的人 一定要注意这个现象 也就是说 你有神经退化问题 你很可能就有心血管的问题 然后你心血问题 可能不是大家想的 传统那种一个斑块阻塞的问题 而是由于你身体里面有一些 血浆里面有一些 AB40这样的东西 然后在那边引起的 快速的发炎的现象等等 那老人衰弱症 这个是临床2B 它不是三期的资料 这也是2B期的资料 我刚刚我现在跟大家讲 都是人的资料 那那市面上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抗老的方法 那你们看资料的时候 有几种 当然我们在别的演讲 也会提到 你要看它到底是属于 是人的资料 还是动物的资料 那如果是动物的资料 它可信度大概是8% 这是美国FDA的公开的数字 就是说 如果这个数字不是人体的临床实验的 那它说有效的话 那么它真正有效的几率是8% 就是十分之一不到的机会是有效的 这个数字供大家参考 那这个都我给大家看 这都是人的数字 6分钟走路距离 短期中和指数等等 都会得到改善 这是这些事情 然后 然后呢 大家现在都在讲这个COVID-19 那其实我刚刚也一开始也讲过 其实COVID-19事实上跟免疫有密切关系 简单讲 你免疫力好的人 基本上就不会得什么重症 免疫力不好的人就会得重症 而造成免疫力下降的最主要 也最多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呢 其实就是老化 所以你要增强老人的免疫力 如何增强老人的免疫力 其实就是COVID-19最主要的一个议题 所谓的那个什么Cylobans 打疫苗等等等等 大家在那边很关心很关心 然后就却又有点摸不着头绪的原因的根源 就是在这个免疫力三个字 那这个免疫力呢 其实大家知道这免疫分为两种 一种是先天免疫之后天免疫 后天免疫主要是开SIMOS 就是这边有个胸腺 心脏上面有个胸腺 这个胸腺呢 那在大概二十五六岁就开始退化 这个东西那是造成这个人体的这个T细胞呢 就会慢慢衰退 那到六七十岁的这个T细胞就已经变得很少 所以免疫力就变弱 那现在已经有办法利用这个调理血中的这些细胞因子 来提升这个免疫力 这当然蛮专业的一些数字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也就不跟大家再做一个一个说明 但是大家理解就是反正 已经有技术可以提升免疫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可以做到 那也可以看到这个负责 刚刚我讲的这个T细胞生长的这个SIMOS 腮线呢 可以重新年轻化 变成看起来比较有细胞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这也是目前COVID-19的治疗 大家注意到 你要预防COVID-19 老人如果预防 你就是必须把血液 基本上可以有人建议用洗血 就是洗血集结的方法可以提升免疫 你也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输送蛋白 可以来造成这个 这个对于COVID-19的一个抵抗 大概是这样 那台湾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我想跟这个血浆疗法有密切关系 就是台湾是全世界洗肾最多的地方 那洗肾 那会造成大家不方便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洗肾的五年存活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大概只有40% 那因为台湾刚好有几位 很有名的这个医师 刚好他本身也是 肾脏需要洗肾的这个患者 他存活了蛮多年了 所以因为社会大家大众都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都有一种认知 就是说洗肾没关系 还可以活到很老 但事实上统计来看的话 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60%是活不到五年 所以简单讲60%活不到五年的意思 也就是说只有40%人可以活到五年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跟癌症一样 你用大肠癌 肺癌 乳癌 肝癌来看的话 其实你如果开始洗肾 等于就得了大肠癌的三期 肺癌的二期 乳癌的三到四期 然后肝癌的二期 大概是这样 所以洗肾事实上是一个很 很mortality 就是致死率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五年存活率非常非常低的一个 一个可以把当作癌症来看 那刚刚我也讲过 因为肾脏 洗肾原因当然是因为肾脏退化的关系 那么以目前这种血浆的疗法 把老化血浆变年轻化 变年轻化 也可以把这个肾脏的功能 可以把它提升12.5 那这个如果能够提升12.5 基本上可以把开始洗肾的时间 就往后脱个两三年就不是什么问题 大概是这样的现象 所以这个血浆治疗对于这个 尤其是这个肾功能 那个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而变得越来越差 然后濒临要洗肾 或者可能担心要洗肾的人 这个血浆年轻化的事情 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那么演讲的时候我提到说 这个怀孕期也是一时共生的一种 那确实是这样 因为胎儿是非常年轻的 大家基本上是一岁嘛 那妈妈可能是 当然是从18岁到45岁都不等 但是唯一可惜的是 这个胎儿只有大概3000公克 妈妈如果是60公斤 胎儿大概是只有妈妈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常讲就是怀孕 就是一种东西叫做不对称一时共生 也就是说老少年体没错 但是那个哨的部分太小 这二十分之一 但是虽然这二十分之一 但是怀孕对妈妈 其实是有抗脑回春的效果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临床数字在这边 这边是年龄 那纵轴这个代表就是 她活到那个年龄的机会 那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最后一胎是45岁的妈妈 是这一点上面那一点 最后一胎是35岁的妈妈 是下面这一点 那数字在这边 一个是0.16 0.24 所以这个图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借由怀孕 在45岁的时候进行了一次 不对称一时共生的话 那么你活到80岁的几率 会比35岁的时候怀孕的人 高50%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很惊人的一个差异性 也算是直接证明了这个 不对称一时共生 对于逆转老化的效果 那事实上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说 这个从这个尝试吧 这个算尝试吧 那全世界基本上大部分 绝大绝大部分 90%以上的国家 这个女性的寿命 平均寿命都比男性寿命高 而且高的不是只有一点点 大概都可以到差 大概是10%左右 那我们的认为基本上 就是由于两件事情 一就是女性在生命里面的 重要的一段时间里面 事实上都会有月经 她有定期在排毒 这是一个现象 第二个是就是女性的 因为透过怀孕呢 常常会进行过 这个不对称的一时共生 所以呢女性的这个平均寿命 会比男性延长10% 那男生如果变性变女性 会怎么样 如果大家这样想 其实不行 因为男生你就算是变性以后 也不会有月经 那你当然可以变性以后固定 每个月去抽血 去放血 但是男性不管怎么样 还是目前的技术 还是没有办法怀孕 这对于男性可能就是 比较不算是个好消息 好 我们回到一开始讲的 就是我们讲到老化的原理 这些年来就是目前 最主流看法就是说 我们有遗传跟后天 先天跟后天的关系 造成一些现象 老化的现象 那这些老化就造成疾病 那几百种的疾病 或者几十种常见的这个文明病 那目前的主流医療 就是一样一样去治疗 这些老化的疾病 那如果我们能够 了解这个老化的过程 那我以后我们可能 不用去治疗那几十种 不同的疾病 我们只要治疗老化就好了 是这样的概念 好 我把整理一下 其实刚刚讲的那一些原理 包括什么端粒酶 这个粒腺体 干细胞 僵尸细胞 等等等等 都是对的 都是学说的 一部分也都是造成老化的原因 但是它的因果关系 在如下 第一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造成疾病前面 是几种组织层面 它是发炎跟纤维化 那再来是细胞层面 就更小的层面 就是干细胞的 这个修复条件的 这个修复力的降低 那它前面也是从细胞层面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细胞的这个 Gross arrest 凋亡这件事情 但在它的源头呢 事实上 它的causal 因果关系 造成细胞凋亡 跟这个干细胞 失能这样的事情 最主要还是 由于这个分子 就是化学反应造成了 是这样的现象 所以这个血浆治疗 目前最可贵的东西 就是它不是去治疗 后面这个疾病 而是它从这个源头 从这边把它截断掉 它把这些变 比如像输送蛋白 它把一些脏的东西拿掉 就从源头减少了 这个比如说自由基 什么立腺体 端立酶 这些的老化的问题 从根源把它截断掉 所以这样才有可能 达到那样的效果 所以意识工程呢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 很老的实验技术 那一百年来 大家都想要把它用来 在临床上帮人来逆转老 那由于现在一些 蛋白磁体 然后什么等等的进步 现在已经基本上 变得比较可行了 好 这个是现代意识工程之父 斯坦福大学的 那个Randall教授 他基本上 他是讲说 不管是肌肉 神经脑神经 胰岛细胞 就是糖尿病 胰岛细胞 心脏 脑血管 跟骨骼 都可以利用这个 意识工程这样的一个原理 来开发 更有效的 这个治疗方法 要展望未来 我们本来是今年 2021年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的话 我们就会希望在 这些地方 开过新的这个 学医治疗据典 包括曼谷 金边 吉隆坡 吉隆坡 我们现在本来就有一个 合作的好朋友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关系 好久没看到他 希望他们真的是很怀念 当初在吉隆坡 可以见面 一起讨论 一起享受的这个时间 我们希望在亚加达部 自民 大陆海口 佛山 深圳广州 嘉义台中 目前在台湾有据点 台北 东京 上海 北京 南宁 这是我们目前 这当然就希望是明年的计划 那我们同时也在 跟大陆那边的朋友 日本的朋友 共同开发一些 新型的这种自动化的 血浆治疗的机器 调配的这个机器 那我们也有 也有好的这个 mentor 就sponsor 鼓励我们往这个 利用这种叫体外 意识共生的方法 往这个方法 进行一些实验 那希望能够 让人类这个 因为老化 或退化问题 所造成的痛苦 能够获得一些 缓解 好 那么 最后 我想 跟大家最后 就几个 summarize 一下了 就是它是一个 逆转老化的基础 那目前三种方法 一种就是生物的做法 就是放血 然后输血 物理的方法 就是上机去排毒 然后输入替代血浆 那第三个方法 就是化学 用运输蛋白 然后补充细胞因子 这样都可以得到 逆转老化的这个结果 那这个是流程 然后这是它的适应症 包括免疫 三高四肢 胜功能 还有癌症的预防 复发的预防 还有转移 都可能有些效果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现在有一本中文的书 已经出来 那英文书 应该是在下个月 也会出来 可能一个六个礼拜 会出来 这是一本书 你如果有兴趣 你这个看看这边 这一时共生 你们可以从网络采购 也有电子书 你可以看 就会里面会详述 我刚刚讲的那一些内容 让大家可能有个书 在那边也比较容易消化 知识量是非常多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那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几个问题 好 那非常谢谢潘医师 带来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线上的朋友 有要对于今天的演讲的内容 做提问的吗 有一位朋友在问说潘医师 那个采购书籍 有没有优惠价 可以啊 那没有问题 反正今天那个书 本是多少钱 我都忘了 500吧 他定价是台币500块 对 今天你采购至少打个七折吧 应该可以吧 你跟那个 那个 演讲的那个负责演讲的人员 有一个电话给大家 大家可以来打电话过来 另外有一位朋友提问 捐血对于血液干净的帮助大吗 捐血对于血液的帮助大吗 就是他是这样 因为人体的血液大概6公升 6000cc 所以你看你捐多少血 你如果捐250cc 我们就讲300cc的血的话 如果是 那你就会干净5% 是可以算的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些所有的事情 基本上因为我本来是学物理化学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基本上已经在 其实某种程度也要谢谢这个新冠肺炎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让我们比较能够专注在 一些底层的一些开发 我们现在基本上整个学理基础 它的定性定量的部分等等 都已经完成 所以您刚刚问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很好 就是捐血对血液干净的帮助大吗 可以 没错会干净 但是它等于就是把所有的脏东西 那5%的脏东西丢掉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你假设本来的脏的程度比方是100% 那你捐完血以后 你血液的这肮脏的程度就变成95% 就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它效果其实当然可能会大于5% 因为我刚刚讲过 其实刹车的那个功能 脏东西的那个效果其实是蛮大的 影响是蛮大的 所以你们可以考虑 可以这样去想就对 所以我想捐血其实是很好的一个 叫我们叫Pullman 就是一个便宜又大碗的一种抗老的方法 因为我们要把目前的一些进展 做一个完整的 这一个记录 其实现在的一时工程 尤其是利用这个运输蛋白来降低毒素 然后补充细胞因子 已经非常非常科学了 所以它做法是这样 如果你基本上是健康或不健康 这不重要 因为我们会抽你的血 直接拿到实验室去验 看你的血液的状态 然后如果你的状态真的是健康 那你哪怕你是80岁还是健康的话 其实你不太需要什么特别的治疗 但是你如果说不健康 哪怕你是40岁 我们最近就是看到这样的一状态 就是有客人来 两个客人来 那一个是检查起来 就是两个都很健康 那两个都中风 然后你就算中风完以后抽血检查 它还是正常 完全正常 结果我们把它的血拿到实验室 给那个干细胞一吃 全部的干细胞进而死掉 那原因是什么 这没有办法验 因为太多种可能 可能是重金属 可能是有一些特殊的AB40或AB42 或各式各样的化合聚合物的问题 但是与其说去找那个 那个造成Cosal的原因 就造成这个原因呢 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 我们把它的血浆呢 先放掉一些 然后打入用一些比较健康 我们确实知道是干净的东西 去把它稀释 那这样就可以让这个人的那个 对于这个血呢 对于细胞毒性呢 很快得到改善 OK 那两个人呢 都来的是重风的程度是差不多 那有做血浆治疗的那一位呢 其实年龄还比较大一些 他做完以后其实已经恢复了 基本上可以自立自行生活 走路看起来慢慢走也看不出问题 那另外一位是蛮年轻的 但是因为经济关系没有办法做治疗 然后他也是在努力复健等等 旁边也是朋友很努力的照顾他等等 但是看起来恢复的状态就相对糟糕 就要事实上就是还产生一些 开始已经有一些那种 肢体变形的一些状态 所以我想跟他讨论 其实不是说真的是要销售大家什么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血液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这些健康有些时候 并不是说你做个健康检查 就可以量测得到了 所以你不见得要做血液疗法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可能的话 要做一次血浆毒性 对干细胞的毒性的检查 因为这样才知道说 你的血到底能不能sustain 维持你身体里面必要的一些修复能力 那如果不行的话 真的就要小心了 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 我希望这样会非常有问题 另外有一位朋友问到 这样的疗法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它的副作用是这样 第一个事情 因为它这个疗法目前最 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有可能有风险 比如你捐血 就我讲用生物的意识共生 就是放血捐血 那你当然有感染的风险 就是你捐血给你的人 本身有什么传染病 性病 艾滋病 或者COVID-19 什么COVID-20 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 然后输血捐血也可能会有过敏的反应 OK 那如果用物理的方法 就是上机去洗血 然后再用替代血浆的话 那当然它有可能 我刚刚讲过 因为血管不干净 还是会感染 那会有中风 小雪快的中风的可能 然后这大概是这样的问题 那第三个方法 用运速用蛋白 这个目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它比较不方便 OK 但是条件限制少 OK 那不像那个第二个方法 用物理的方法 那条件限制多 你血管又要够大条 那你假如你神经也要够大条 看到血在那边跑 跑四个小时 什么都不动 也要蛮 蛮有Guts的 那血浆疗法 用化学的疗法 那问题就是说 它的就 你不能一次像机器一样 全部加洗掉 可能要两三次 但它比较温和 但是还是也有可能 会有过敏的可能 OK 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另外有位朋友问到说 可以怎么检查 自己的血液是否干净呢 费用大概是多少 OK 这个是我想 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所有的医疗 讲到半天没有一个检查的依据 是不容易进行 那这个检查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金钱去开发出来的东西 当然它需要的这个实验技巧也蛮多的 其实你们如果养过细胞 你就知道说有些细胞是很好养 那细菌的话就非常好养 那有些要养干细胞 其实是不好养 然后那个干细胞食品啊 什么什么都很贵 我们的经验是这样 我的经验 其实我们在槟城以前也有共识 其实槟城的technician 我记得他们两位 那个女的这个技术员 是有史以来我们十几年来 最优秀的两个培养员 就在槟城 所以给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 听众的一个大大的感谢 那么就我对马来西亚这个技术人员的品质 是非常非常满意 那么你怎么如果检查你自己的血 现在是有困难 因为目前这个技术 目前检查是我们现在在台湾是可以做 那台湾的技术员也 the quality 就是他的这个检查的品质 是已经符合了这个规范跟标准 那为了 但是这样的品质的技术人员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慢慢在 就是为什么要制作这个 自动化检查的机器 也就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那目前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你如果是在人在台湾 你想要检查你的血 那请你跟我们联络 OK 那你如果现在在马来西亚 你现在要检查这些血 那你可能要等我们 等我们一下 等解封你可以过来 那或者等我们的机器 应该再过半年以后会好 那如果我们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 合作伙伴顺利把诊所设立下来 那他可能就会 那边也会有机器 可以进行这个血浆 对于干细胞的 或者血浆对于修复力的 这个抑制力跟那个 催化力的这个检查 那线上有朋友提问 有举手提问 那请您可以发言 谢谢潘医师演讲 那因为我有机会先拜读 这个历史共生这本书 那里面有一个案例 这个糖尿病的案例 那他就是经过疗程 那后来是降低了 这个降血糖的药的剂量 那也都控制得很好 那里面有一句话说 这个疗效可以维持三年 我是想请教 那个意思是说 在可能在大约三年 他都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可能之后要再继续疗程的意思 是不是这样子 他这样回答 谢谢您的提问 他这样您提的书里面提到那位病人 其实糖尿是比较tricky 因为是这样 因为糖尿跟饮食有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讲的那个案例很特别 因为这个第一 其实不瞒大家说 那位案例也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朋友 他非常自治 然后旁边有很好的support 就是他先生非常非常支持他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可以 就是说很怕的事情就是 会发生常常糖尿病治疗效果 没有办法长期维持主要原因 就是一般人都是这样 血糖高的时候他就不吃 血糖一降他就开始吃 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可以维持三年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说其实 因为糖尿病是因为这个insulin resistance 就是胰岛素主抗造成 胰岛素主抗是因为那个组织发炎造成 组织发炎当然就是因为 血液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所造成的 所以由于血液里面的那些抑制性的物质 所造成的那些负面效果 那可以长期维持 这个我们现在实验数字看起来 就算不像刚刚讲的那一位 那一位就很自律的这个病人可以维持三年 我们讲你至少维持个一两年应该不是问题 大概是这样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每个人的压力也不一样 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必须要用这个血液的检查 就我们现在讲的那个血液的这个毒性检查 来盖来作为整个治疗的这个指引 这样才是最正确的方法 盘医师线上有朋友留言询问 刚有听到您提到有关于失智症的部分 请问这个部分是能够治疗失智症吗 还是说它只能一个延缓 这个问题是常常人家讲 其实这个失智症能够延返70%这件事情 基本上应该算是诺贝尔奖医学奖以上的成就了 因为治疗好这个事情就很 我们常讲医疗上 虽然是大家常讨论说治疗好 你大家想一件事情 那糖尿病你吃了降血糖的药 你不吃以后血糖就上来 那也是没治疗好 所以医疗上治愈的事情 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OK 比如我们现在讲 比如说有人得了什么带状泡疹 那你就吃了一个药 那好了吗 没有好 我告诉你 你只要那个天气一变 因为免疫力问题 那带状泡疹又跑出来 所以我想讲的事情就是说 不是回避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能让一个失智的人 失智症的人 比如说我们讲 现在发病三年后他会迷路 OK 五年后会在房间里面失禁 假设是这样一个人好了 你让他变成七年以后 八年以后会迷路 然后十二年以后才会失禁 这个是已经是吓死人的差别了 OK 所以你如果寻求是治愈 失智症变得完全跟正常一样 那这种技术目前是不可能的事情 OK 你也应该知道说 你现在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药厂 最近只过了一个药 那个药根本就三起临床是没效的 但是因为为了安抚失智症的人 越来越多家属的这个不满 所以他现在特别特开 网开一面 让他就是不是有明确效果 让他得到准证 就是这样 这是失智症目前的状态 那我当然也跟我们一个 我一个同学 刚好我父亲初中 我念父亲初中的同学 那他是一个台大的一个教授 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做一些新的一些实验 不是实验 就是我们做一些新的检查 那我们希望看到是这样的 就如果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 如果有失智症的人 我们可以先对他的脑部的功能 做一次MRI的检查 然后再做一次或两次疗程以后 再做一次检查 那如果从 说不定了 这个有可能是这样 如果从MRI的角度上 可以看到缓解的话 那么可能就代表说 失智症就有可能可以复原 OK 但目前没有这样的数字 目前只有延缓 失智症70%的技术 但这个已经是蛮惊人的 希望这样的回答 好的 那现在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要再对于潘医师 有些提问 那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时间也刚刚好 已经四点钟了 那也非常谢谢潘医师 在百忙之中的抽空 来为大家讲解 这么精彩的一个演讲 再次谢谢潘医师 谢谢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演讲 就到这边 好 那我们今天演讲到这边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